大家好,歡迎收看大膽賽馬頻道 今天的影片跟大家說明天1月28日 沙田日菜深水 喜歡影片訂閱記得按讚訂閱頻道 按鈴鐺有新片通知 訂閱方法很簡單 每條影片右下角都有訂閱的 按鈴鐺就訂閱多個頻道 除了訂閱頻道之外 也可以加入會員深水服務 Youtube三個級別 另外Patreon也有三個級別選擇 再說明天賽事 採用沙田A加三跑道 10場賽事 頭場開跑時間是1點鐘 全部都是草地 明天也有兩場大賽 12米 百周年紀念銀瓶 12米的賽事一級賽 金鑽季人 會不會再下一城 那場馬也有很多 較低分的馬上來挑戰一下 新加入對手 小霸王 神虎龍驅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挑戰到他的地位 還是金鑽季人 還是金鑽季人 還是容易贏呢 真的要看看 放在第八場 三寶頭關 會不會這麼正路呢 就真的拭目以待 通常他這些級制賽 都不會放在第八場 三寶頭關 整場熱的 你享受一下 還要第七場 華麗再現又是熱的 到時候第七、第八場 看看他開什麼賽果 這個推介第一場 這個頭場四班二千米 推介給大家 就是一號碼 得勝多 我搞來搞去 終於用中逸禮 去減5磅上陣 明天 都敲了很多次門 這次跑了二千米 一個四檔 用中逸禮 跟他上個名字 都可以的 這隻馬 給他操刀 明天跑回 最重要的 當時 二千米 這隻馬起步 有時候 都要靠檔位 會比較好 上季贏馬 都是田達康 一檔 就贏了兩個多馬位 雙位 其實明天減5磅 都是130磅 不算太重 128磅 贏了馬 照計 明天 磅位 檔位 各樣東西都已經 轉好了 你看看季初 都是130磅 在十檔的時候 跑到二千 跑到第二 輸給這個發財秘級 當時的發財秘級 都已經足以一擊 盆頓用來交代 發財秘級那場 二千米 都沒有辦法 你輸給他 對不對 一步 縮到裡面的 那場就 明天他排四檔 照計可以 找到一個好位 機會都不錯 縮著來跑 最近這個姚本輝 二千米 二千米 自然力量 都被他交代到 所以這些馬 都應該是 是時候要追蹤一下 因為都真的 搞了很久了 明天又有賠率 加上潘頓 也有孫飛 4.4 有一次也是他騎的 這隻 得勝多那次 八十多元 輸過幾馬位 都是一千六米 真的 都還未得住 所以看這次 搞來搞去 都是 要追蹤的 敲門 敲了這麼多次 對手 其實現在都不強 很多都是新馬 什麼 夢照法 初出的馬 對不對 那些 小神仙 扣女 都沒有證明過什麼 所以對比這場賽事 這組馬 對手 都叫做 什麼 彈球快活 什麼 巴基之友 龍船快 那些 四班都叫做 有些實力的對手 所以 這組就沒有什麼 法財比級 其實只有 長龍 座宴 就比較 有些實力 但是他 是大熱 明天就透不透 透到雞 明天就 上次也是跟著這隻 法財比級 出來的 在他後面的路上 這裏其實 本頓是按住 所以都輕鬆到 輕鬆到 什麼 這裏 德勝多 還在拿著平衡 開始慢慢 撲上來 都被他拿到 一條Q 都算 OK的 你看他 都趕過你後面的 對手 是輸給這隻 法財比級 都 算不錯 已經過了 搞了一輪 兜回兩個多月 終於這場 可以再來 看看2000米 能不能夠 搞定 因為你長輪再現 後上的 大家鬥衝 看看哪隻 衝得贏 你不同這隻 發財比級 一早就已經 看空 透了出來 輕鬆的交代 這場就這樣 好 明天得勝多 看看這個 中二禮 能不能夠 頭場就搞定 後面那些賽事 都不是說 太過 有這個 重心 試一下 頭場 做些半冷碗 給大家試試試 頭場一場一號 得勝多 希望 深水幫到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 見面 是今